近代以来,钱家可谓是将这第一世家,钱学森,钱三强,钱中书,钱穆等,都出自这个千年名门望族,两者第一世家。 事实上,钱家的兴旺由来已久,从五代十国到明清时期再到近代中国,钱家的政治家,文学家,外交家,科学家都层出不穷。 而钱学森,都已是钱世第三十三代传人,钱家名门望族的地位,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之久,实在是令人惊叹。 直到钱世家训公之于众,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,原来钱学森家族拥有极为严苛的择偶标准,这才保证了后代永远不是天之骄子。 那么,钱家到底有何特别之处?钱世家训中的择偶标准又是什么呢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吴越钱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,要想了解这些,我们不妨从吴越国的创立者钱流开始说起。 钱流,杭州临安人,据史料记载,钱流出生时样貌极丑,父亲认为他是不祥之兆,一度打算将他丢弃到屋后的水井中。 好在祖母对他非常怜惜,极力挽留,才保下他的性命。 唐朝末年,叛乱四起,钱流应召入伍,跟随名将董昌平叛。 当时,皇朝的起义军攻下浙东,向临安逼近,钱流奉命,率领二十余人伏击皇朝的先头部队。 然而,起义军毕竟人多势众,于是,钱流撤退到八百里,地名告诉路边老玉,待会有人问你,你就说临安屯兵八百里。 很快,追兵赶到,老玉如实相告,皇朝并不清楚八百里只是一个地名,还以为临安城下连续驻扎了八百里的兵力,于是当即下令撤退。 钱流因继退,皇朝一世,名声大噪,深受淮南节度史高贫的赏识,自此,钱流在朝中不断晋升,历任都支兵马史,杭州刺史,镇东节度史等职。 开兵元年,钱流又被册封为吴越王。 在钱流的统治下,吴越正通人和,人才积极,不仅经济发达,社会繁荣,而且文人晦翠,文艺著称于世。 不仅如此,钱流尤其重视修筑海棠河,书郡内湖。 主政吴越的第三年,他便下达命令,在钱塘江沿岸驻堤,以大竹破之为龙,长树石杖,中石巨石,又将混柱立在岸边,形成坚固的堤坝。 就这样,江边农田受到腐蚀的情况得到缓解,灌溉也得到了保障,农民收成迅速提高。 吴越一代,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,也正因如此,江南民间一直称钱流为海龙王。 除了在政治,军事上的巨大建树,钱流在为人处事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,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。 成就罢业后,钱流一直小心谨慎,为此,他命人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枕头,叫做井枕。 枕头内部被全部挖空,装有一个小小的铃铛。 钱流睡着后,只要外面有动静,哪怕是数十里外的兵马声,铃铛都会响起,钱流也会迅速起身,披挂上阵前往查看。 在吴越国建立之初,常有敌军来犯,但钱流从未一物军情,每次都能亲自指挥,大破敌军。 此外,钱流还在床边放有一个粉盘,顾名思义,一个盘子中装有一层面粉,这是干嘛的呢? 原来,钱流心思缜密,夜深人静时更是思绪不断,每当产生了新的想法,他都要爬起身来,将其一一寄于盘中,等到第二天醒来,才可以第一时间处理。 因此,后世对他的评价也颇高,苏氏称钱流有得于斯民甚厚,文天祥赞他乃为百世之模范,就连乾隆皇帝也承认,钱王有兴王定霸之才。 创业容易守夜难,所以钱流在修身至家方面,也倾注了大量心血。 公元897年,钱流统一两者,立下大功,朝廷为了表彰其功绩,特意赐他金书铁券。 持有铁券,全家人即便犯下死刑都可以得到饶恕,平常的刑罚更是可以直接赦免。 然而,钱流明白,这样的特权很可能让家族后代恃宠而骄,庆则荒芜度日,重则违法乱纪,自己拼搏一生的成就,很可能毁于一旦。 于是,钱流将家人全部召集起来,告诫他们千万不能因为仗着金书铁券就作威作福,而是要保持清醒,脚踏实地。 随后,钱流又将自己毕生的经验总结出来,写成八条家规,用以规训子孙后代,这就是著名的钱氏家训的钱身。 钱流将其功功整整地腾写出来,高悬于家庙牌匾之上,成为钱氏族人必须遵守的法则。 不得不说,这样严格的教育促成了钱家的长期兴旺。 从五代十国到南宋,四百余年的时间内,中华大帝风起云涌,但钱家却是人才辈出,被誉为忠孝盛大为钱氏一族。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,朝代更迭,战争不断,但钱家历经岁月的洗礼,到了近代更是引人注目。 民间流传过一句话,可以简单概括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的情况, 一诺奖,二外交加,三科学家,四国学大师,五全国政协副主席,是八两院院士。 那么,钱氏家训到底有何神奇之处? 其中讲到的择偶标准又是什么? 钱氏家训最初包含八条家规,靠着这八条家规, 钱流成功避免了帝王家庭中常见的兄弟相争,父子相残的局面。 公元932年,钱流因病去世,十年81岁,临终前,他又留下十条遗训,作为对家规的补充。 在此基础上,钱氏的后人不断对家规进行扩充,修订,最终形成了完整版的钱氏家训。 家训是以儒家推崇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论框架,分为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及国家等四个层面, 对族人行为进行了巨细无疑的规范和教诲。 千百年来,钱流的后人一直以家训为行为准则, 践行着祖先留下的道理,实现了家族的开支散业,长久兴旺。 譬如说,在个人片中,家训第一条便是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,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。 此外,钱流虽为草莽出身,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, 因此,家训中对读书、教育做出了很多规定。 比如读经传则根底深,看始建则议论为祖宗虽远,祭祀遗成, 子孙虽余,师叔虚读以及兴学欲才则国胜,教邻有道则国安等等。 正因如此,在前世家族中,不管贫富贵贱,都以读书为一等事, 为了让家族中的穷苦孩子也不至于辍学, 家中的富有者还会提携宗族,镇继亲朋。 从宋朝开始,钱家就以族内相互扶持文明, 各地的钱姓人都设立一田、义庄, 并约定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作教育经费, 公族中的后生读书学习。 国学大师钱穆正是义庄的受益者之一, 他年轻时家境贫寒,得到了义庄的资助, 这才能够进入私塾,饱读诗书, 从而成为一代国学宗师。 钱穆的侄子钱伟长有着类似的经历。 曾有人问钱伟长,为什么钱家人才辈出, 文明于是,钱伟长笑着说道, 我们钱家人就是喜欢读书, 读书人多了,当官的也就多了, 当官的容易出名。 钱伟长这话虽是调侃, 但钱氏家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 想要家族福泽绵长, 婚配方面也绝不可大意。 于是,钱氏家训, 对此也做出了要求, 娶习求淑女, 物济庄莲, 嫁女则家序, 物母富贵。 所谓莲, 指的是古代女子梳妆用的静侠, 庄莲也就是嫁妆的意思。 娶习求淑女, 物济庄莲, 说的是钱家子弟在娶妻的时候, 要娶一个娴熟, 聪慧, 品德美好的女子, 而不要在意对方的家境。 好的妻子, 意味着好的母亲, 而好的母亲, 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, 这样的择偶观, 从根本上保证了钱家的人, 才能够不断涌现。 就拿我们刚才提到的钱伟长来说, 他又是家境贫寒, 主要是因为父亲去世过早, 只有母亲一人经营家庭。 因此, 即便有着族内的支援, 钱伟长也只能勉强读书, 生活条件当然就比较困难了。 于是, 很多相亲都劝钱伟长的母亲, 让他不要执着, 早点送钱伟长去学手工, 赚点钱补贴家用。 没想到, 不管别人怎么劝, 钱伟长的母亲都是一口回绝。 他表示, 就算自己再苦再累, 也不能让孩子辍学, 因为钱家的家风和古训, 就是这么要求的。 我一定要为钱家留下几个读书的种子。 试想, 换做当时的平凡女子, 在丈夫早逝的情况下, 还能顶住压力, 让孩子安心读书吗? 无用置疑的是, 钱家对择偶的高标准, 让钱伟长拥有了一个贤惠, 明智的母亲, 也为他铺就了成才的道路。 钱学森的母亲张兰娟同样如此, 她深谙古文, 从小擅长琴棋书画和女工, 对数学也颇有研究。 钱学森小时候, 张兰娟便教她读书识字, 背诵诗词, 接触自然, 让钱学森自幼养成了良好的习惯。 不仅如此, 张兰娟还胸怀大意, 钱学森开始懂事的时候, 他就给他讲岳母次字, 京中报国, 诸葛亮忠于汉叶等故事, 让他学习古人的高峰谅节。 新中国成立后, 国家百废戴星, 急需高科技人才, 而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。 在核武力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, 在美国也享受着极高的社会地位。 于是, 一个问题摆在钱学森面前, 是降低待遇, 回国发展, 还是继续留在美国。 满腔爱国情怀的钱学森, 做出了令周围人都难以理解的回国决定, 而这一决定的促成者之一, 正是他的母亲张兰娟。 原来, 每次给钱学森写信时, 张兰娟都不忘提醒他, 要时刻铭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, 早日回到祖国, 为国家做贡献。 钱学森始终将母亲的教会牢记于心, 即便被美国人囚禁, 也不改报国之志, 最终历经辗转回到了国内。 后来, 钱学森也遵守家训, 娶了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女儿蒋英。 蒋英自幼跟随父亲在欧洲游历, 毕业自德国柏林音乐大学, 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钢琴家及音乐家, 回国后四处巡演, 名声大噪。 然而, 正值蒋英的事业一帆风顺之际, 却被告知钱学森有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, 需长期在外工作, 蒋英必须放下风光的演艺事业, 回归家庭。 蒋英一开始并不清楚钱学森的工作内容, 但当他得知这是周总理的意见时, 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。 于是二话不说, 接受了组织上的调动, 从歌剧院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, 一边照顾家庭, 一边教育学生, 这一干就是四十多年。 另外, 两单一星的任务困难重重, 钱学森虽是顶级专家, 也难免有遇到挫折的时候, 每逢此时, 蒋英都会陪伴在他的左右, 以歌声为他开导。 后来, 钱学森经常无不感动地表示, 在我工作遇到困难, 而百思不得其解时, 往往是蒋英的歌声, 使我豁然开朗, 得到启示, 我很有福气。 有人说, 钱家是千古名门望族, 两者第一世家, 的确从钱流唐末发迹开始, 到近代的钱学森, 钱伟长, 钱牧, 钱中书等。 钱家向世人展示, 一个家族能够跨越历史的周期, 历经时间的淬炼, 就其原因, 纯正的家风奠定了钱家的根基, 重视教育, 取妻取贤, 胸怀天下, 钱是家训, 在方方面面的要求, 保障了家族的传承, 也为国家塑造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, 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,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第一个视频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